云南白药气血康 植物补益 改善神卷乏力 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页 邀请您继续收看开讲了 谢谢各位 请坐 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通过央视网 进行了图文直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提出的问题 进入全名小纸条互动环节 来看一下 曹队长 您所从事的这种表演 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表演 完全不同 这种完全感受不到 观众反应的表演 我觉得这个倒是 就您在表演的过程中 不像其他的演出 您和观众是没有互动的 我们是陶队在自我中 因为我们表演呢 就是说尽量不要受到 外界的一些干扰因素 需要你要全神贯注地去 不能分心 把你的技术发挥出来 然后去飞出你的这种数据 或者这种要领 所以不能有外界的干扰 但是比如说在低空飞行表演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您能看得到 地面人群的那个 观众区大的话 能看出这是观众区 但是你可能回手啊 看不到 因为飞机的速度 相对速度就太大了 太快了 一般的情况 在500 至少500以上 除了有个别的 你像小速度平飞 可能到200 其他的速度都非常大 所以大家知道了一个小秘密吧 曹队长进行飞行表演的时候 不在乎有没有观众 他陶醉在自我当中 接下来是现场观众的几个问题 平时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如果达到7到8个G的载荷 做某些动作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身体受到的压力 仿佛有8个自己落在一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您怎么看清仪表盘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窄荷 窄荷实际上就是一种离心力 在这种情况下 血液就会往脚步跑 血液攻不到大脑以后 我们初始的感觉就是灰势 可能我在这儿 大家穿得五颜六色的 可能我看出来的 所有东西都是黑白的 如果再进一步的缺血 我这个视野 我这手的这么大一个视野 慢慢就缩小 到最后一点就黑视了 就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再缺血那么两到三秒钟 人就可能就造成晕血了 就是相当危险的 您做过的训练中 您自己能抗的最大的载荷 您尝试过吗 大概是多少 我在一次表演中 记录的最大载荷是9.2个 所以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抗载荷的一些动作 包括我们一些抗载荷的一些设备 都要使用上 你像我们有叫悬梯 灯在这个梯子上 你转得越快 城市的载荷越大 再一个就是专业的我们其他的 比如这个短跑 锻炼你的爆发力 就是腿部的这种力量 肌肉的力量 腹部的肌肉力量 对提高抗载荷能力是都有帮助的 所以这也请大家放心 经过专业训练的 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 六位青年代表 田施思 四老师好 曹队长好 其实我和曹队长 也可以说是在茫茫人海中 有过那么几面之缘 一个是我特别小的时候 在空军六十周年阅兵的时候 有幸看到了您和您的战友 首次亮相 然后是九三阅兵的时候 也是特别荣幸见证了 您和您的战友驾驶着战机 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然后现场看是感觉特别触动 就像是我们从风火硝烟中走来 又气惯长虹地奔向未来 15年九三大月明的时候 标准非常高 要求做到米秒不差 这米秒不差 首先做一个战队长机来讲 你要到达这个时刻 你不能有时间偏差 我们要求你要到这点 是九点到这 那我就必须九点到这 米就是说通过这点 我的航计 那你必须要再压到这地方 你不能偏差太大 你偏差出一几百米 下面观众看不到你了 我其实有一个 深埋心底多年的小问题 想要问您 就是这个拉腌是怎么弄的 这个腌子其实就是 我们在一种辅着的一个溶剂里面 大家看了 它是从尾部喷出来的 它是靠我们发动机 尾气的这种余温 利用温度 使它化学产生化学变化 产生化学变化 然后呈现各种的五颜六色的颜色 弱弱地问您一句 这个拉腌有毒没毒啊 实际上来讲 我们这个染料最早的时候 就是在尖气 是会污染空气的 对 会污染空气 后来我们到尖石 现在用这个腌的时候 我们着不再改进 现在完全是环保的 都是我们食品级的 都有棉花糖的味儿 这个火腿上那个外包装 那个红色或绿色的 就是用这种颜料 超级环保 食品级的 请放心食用 还想问一下 曹队长 您除了作为表演者 参与飞行表演以外 您有看过自己的队员也好 或者其他的飞行表演吗 我从09年到编队 看到我队员在编队的时候 我是可能是13或者14年 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表演 因为我们当时呢 队员没有给我们配备齐 那时候一个萝卜一个坑 当时我是飞五号位 那五号位就我一个人 只要有飞行表演 那我就得上 所以一直没看过 可能到1314以后 我们陆续队员 一步步地来了 又培养出来以后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是作为指挥员 和你在上面飞的时候 感觉不一样吗 所以说我在飞的时候 很平淡无奇 无所谓了 飞这么多技术也可以 我没紧张过 反正每次都是陶醉在自我的 但是呢 我在第一次看别人的时候 我感觉哎呦 我们队员还是挺厉害的 动作编排这么顺畅 然后队形保持这么稳定 我还挺佩服他们 其次也佩服自己 但是第二次 接待了外国的一个代表团 这次我不用指挥 我直接坐到我们的管理台上 陪着外宾我在那儿看别人 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没法过多地交流 但是人家外宾里边 手指都逼合着 很棒很棒 那时候他束大拇指头 您怎么回 我也回他 很棒很棒 三个有这个 我以为以您的个性应该是 不算什么 我听他们飞友说 真正在现场看这个表演 和你在视频上看 完全两个概念 对对对 因为我们好多视频啊 大家看了 可能它为了取一种效果 它是拍着整个的飞机 这种编队在里面 编队对对 或者单架飞机局部放大的 这种状态 它没有把地面那种参照物 给你放进去 但实际上大家到现场看 那飞机飞得会很低 你能感受到那种轰鸣声 然后飞机掠过的时候 可能那个空气的那种 震动的那种感觉 现场看和我们视频看 还是不太一样 谢谢曹队长 谢谢曹队长 有机会一定要到现场感受一次 下一位 曹队长好 我叫刘坤 我是一个飞友 我是本身也是从事 这个摄影行业的 在我们这个飞友圈 对八一队有一个称呼 不知道就是 我说出来曹队长会不会生气 您说 那我说了 我们有时候会管八一队 叫这个安全飞行示范的表演队 特点呢就是四平八稳 波澜不惊 但是呢 在2018年的驻海航展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 更精彩的表演 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我想问一下 是什么原因 咱们在这一届的表演上 有这么一个突飞 稳劲的一个变化 本身表演队呢 从最早的时候建立 然后慢慢传承下来 一直是比较严谨的一种作风 所以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考虑到这个形象的问题 因为你像歼七一的时候 参加航展都很少 我们说出国了 所以这几年呢 我们出国也学到了一些 安全管理的一些知识 然后看到了人家表演的一些 这个理念的一些变化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也一直在改进 以前的这种 必须做动作的时候才叫表演 比如说我做筋斗 这叫表演 退出了 走 不叫表演 所以大家现在也看了 我们现在从一起飞开始 也就开始叫表演了 让大家看到整个这种过程 你比如说集合 难度吧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还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我们的大洋洋起飞 然后扣过来以后 拉个筋脑过去集合 让大家知道 边对这个所有的飞行员 在这种过程中 对速度差的控制 高度这种控制 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所以也不不再改变 咱们的这个歼十飞机 作为表演机在八一队 已经是第十年了 对 去年的珠海航展 看到了四架这个歼二十的编队 然后当时就已经震撼得不行了 我们已经开始脑补这个歼二十 身批表演队战俘的样子了 然后想问一下曹队长 下一代咱们的表演机 有可能是歼二十吗 目前还没有这种安排 因为歼二零呢 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 第四代战机 因为表演队呢 它是一个对外迎宾表演 可能执行出国表演任务 这么一个单位 可能涉及到一些问题 不可能现在装备到这个表演队 第二个方面呢 因为这个飞机呢 它突出的主要是作战 非常昂贵 综合因素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这个意向 好 谢谢您的解答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珠海航展的 这个管理台的对面 您知道有一个叫炮楼的地方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您每次就是如果飞的时候 会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吗 那个地方呢 从我一零年去就有 到现在一直有 所以我也很感激 这么多年 大家一直在跟拍我们 曹队长讲话太有意思 这么多年在跟拍我们 对 我们还会再跟拍一下 一直拍下去吧 因为那个地方炮楼嘛 因为我们是夜里两点会起床 三点之前赶过去 下面也去 对 这个时候第一排就没有了 后来我们发现是 有人头天晚上就已经住在这儿了 想说就是 我们会一直陪着八一队 一直拍下去 因为我们觉得 拍我们国家自己军队的战机 是最光荣的追星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四老师好 曹队长好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学院的一名飞行学员 然后 你现在上级了没有 没有 才学了一年理论学习 您的表演方队里 现在目前有多少名女飞行员呢 有三名 那比例挺高的呀 不高啊 您总共才十几个人啊 对 三个女生比例 十几个 那您在带女队员和男队员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同呢 女同志呢 可能更心思更细密一些 对于数据的这种 精准程度的追求更高一些 男同志呢 他可能凭这种自己感觉 就人机合一这种状态 胆子大 更多一些 所以说女同志和男同志 这种差别 但是我现在对于他们的要求来讲 你比如说训练 难度啊 应该说跟男同志是一样的 你训练特技的编队也好是一样的 但是可能在强度上 可能给他稍微降低一点 你比如说男同志 飞三个起落 或者四个起落 女同志可能飞两个起落 因为毕竟身体啊 男女有差别 他们稍微的要瘦弱一些 你不能把他给累坏了 你知道吗 他要宰回大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呢 所有飞行 任何时候 作为你来讲 不管将来你飞到什么程度 要记住 我是飞行员 不要考虑我是男飞行员 还是女飞行员 飞行员你的责任 对于安全来讲 对于谁都是一样的 不分男女 谢谢 小胡 大家好 我是胡文宽 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一名学生 然后呢 我从小就特别想当兵嘛 因为看了那个亮剑和士兵突击之后 就觉得军人特别帅 那为什么上了北大没上军校呢 就高考那一年啊 就是因为身体非常瘦弱嘛 然后又是进事业 就是没有通过军校的体检的要求 对对对 但是这几年呢 我就一直没有磨灭 我当军人的这个梦想 我就疯狂的增重体重 然后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吧 大概涨到十多斤吧 又把这个进事业手术做了 让自己的势力恢复到了一个标准水平 然后终于在今年通过了那个军检 然后将在九月份 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 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今后将会进入哪个兵种 然后分辨到哪个岗位 根据你的 比如说你现在大学学的一些专业 或者你所掌握的一些技能 是 每个兵种之间 有每个兵种之间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航空兵部队 它还分空勤 就是飞远 有地勤 就是维护飞机的 还有后勤 在这个兵种里面 它还有很多小的专业 那像飞机的话 有机械 有军械 有航电 有特赦 专业很多 会有一个评价体系的 相信很多人去当兵的话 都是想去当那种酷炫的兵种 但是最后现实可能差距很大 就比如一个想去当特种兵的 最后可能去当了一个炊石兵 然后端的不是枪 端的是那个锅碗瓢盆 如何面对这种现实与理想的落差 要刻苦训练 不管你是什么专业 然后要刻苦训练 当兵意味着是一种责任 可能像你说的 也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一种专业 但是军队就是这样 服从命令为天职 你在每个岗位 都是在为博房建设做贡献 可能你是一名炊石兵 饭做不好 前面训练的 吃不好 怎么能训练好 所以说岗位职责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只要你穿上这身绿军装 就意味着一种责任 也是一个男人的担当 好的 谢谢曹队长 曹队长好 我是来自公安大学的梁雨思 在公安大学设计课是我们的必修课 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动不动就容易分神 越是想要追求好的结果 脑子就越容易乱乱的 那么请问 飞行员在日常训练以及表演现场 应该如何保持过人的专注力 万一分神了怎么办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专业 现在我们所有队员就要求 要集中精力 要集中思想 组织层面来讲 我们能够帮大家解决的问题 一定要帮大家解决 从个人来讲 我们一直要搞这种教育 尤其是飞行 你不付出 你不认真 它回头就会找你麻烦 每个飞员呢 它时时刻刻都是在和 飞行偏差在做斗争 像我也出现过错误 在飞行过程中 最后一个动作 大家也可能看到过 叫五级开花 有一次脑袋就犯迷糊 就下错口令了 本来是歪该左转 我下口令向右转了 这种情况下 有的队员就是 听我的口令就转了 有的按固定程序就左转了 所以满眼全是飞机 所以也下过枪 所以从那以后呢 我们就是针对这些问题 就是一点点的就制定 我们的安全措施 做到万物一失 好 谢谢曹队长 好 最后一位 回忆起就是1949年 开国大典 这个阅兵室上面 然后当时呢 我们的这些授阅的装备啊 都是缴获的这个杂牌军 俗称叫万国灶嘛 那么授阅的飞机 当时只有17架 所以周恩来总理说了一句话 就是飞机不够 那我们就飞两遍 像您在2015年93阅兵 您当时是带队的掌机 那么您在飞越天安门的时候 当时心里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受 中国经历了70年 这种发展啊 应该说取得的成就 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作为我一个飞行员 经历了我们空军装备 发展变化的一个 不能说全过程 近20年的变化过程 所以我想说一句话 就是什么 中国好样的 我们的人民是好样的 因为我们的经济强大以后 使我们的军队发展建设 更上了一层楼 只有军队的强大 才能使我们国家 有更好的这种发展的机遇 或者是更好的一种和平环境 我希望我们大家也要珍惜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刚才我们这位青年代表 说的1949年开过大典 当时17架飞机 在飞过天安门之后 好像有一部分飞机 是立刻掉头 对 回到东边再飞越一次 当时很多外国记者 都很惊讶说 中国怎么一夜之间 有了空军 但他们不知道 当时是周总理说 飞机不够我们飞两遍 那个时候总理 是多么期望能看到 如果有一天 像今天咱们的空军 今天我觉得飞机数量 不是问题吧 那绝对不是问题 想飞的话 从早上到晚上都可以 对 所以我想 如果要用一句话告慰 我们的这些革命先辈 那就是这盛世 如你所愿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有一个问题 此刻问您 可能您的感受会更不一样 他说您能不能用一个飞行动作 来描述今天参加节目的心情 这比较难呢 因为我们各个动作都还算比较精彩 我想呢 就是说 用我们那个编队横滚这个动作 能体现 我想呢 这个动作虽然很平凡 我讲的东西内容很平凡 但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呢 就是说 还有会更高的目标 等着我们去努力去实现 如果让我来帮您形容一个动作的话 无论你们在空中 做出多少精彩的动作 我们最期待的一个动作是 平安着陆 谢谢 谢谢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开讲 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